哈囉大家好我是鐵板好久不見啦各位 來吧沒錯這是我們的最後一個開箱了 那我們這一天開箱開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T0的角色啦 在這個風車裡面最強的應該就是全刃刺客了沒錯 因為他初期呢那個全刃時間是給的太兇殘了 重點是呢他的音速投擲也誇張到了一個爆炸 對那個音速投擲的速度比電腦版還要來的快 我說的是指他啪啪啪啪啪啪一下的感覺 如果未來還有什麼邪惡使者卡片的話 是不是會來的更加的兇殘 不過這邊怎麼剛好都沒有怪物啊 我只是想要看他打怪物的樣子而已你知道嗎 給大家看然後我們等一下再來看一下他的裝備 好那他的音速投擲打下去是可以到14000 而且是他音速投擲的時候他本身也還在打傷害耶 那其實這種感覺跟法師好像是挺像的 所以你說真的欸這樣看起來好像法師好像更香一點點 我自己這樣子的體感下去 因為你也不能夠看秒傷也不能夠看什麼 所以我這樣感覺起來好像法師會更香 因為法師還可以遠距離然後還有屬性的部分 但是兩者呢都是需要耗藍的沒錯 如果未來在Zenny很少的情況下 我們的藍還可以這樣子去噴嗎 欸這個是一個未知數但是就不管怎麼樣啦 現階段而言這個玩法好像是最香的沒有錯了 好啦不管怎麼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帳號目前的狀況吧 而這個帳號的血量來到了九萬六千多滴 那他的力量是點喔主點力量負點敏捷 然後幸運點了幾點他自己有說啦 完全不點幸運的情況下他可以來到百爆 不過這個百爆呢對也是百爆沒錯 但是在外面而言我們第一天看的那個騎士 他就已經也是百爆的 欸剛剛有一個沒百爆啊那不能說百爆啊 但是一百多的話爆率已經到非常非常高了沒錯 然後呢攻擊是來到了2465 因為他是全刃的關係所以攻速呢 比較快來到了400多 但你說400多跟300多差很多嗎 欸感覺很像還好 但是300多跟200多差很多嗎 欸我以獵人的角度跟你說喔 真的是差有夠多的 所以反正這個要短弓鳥到底是強不強 我覺得也要等開服之後才能再說 要不然就是我的資源要夠多灌下去的話 那個能那個數值上去可能他有辦法跟一般的弓箭比較 反正到時候我就先下去看看 欸強的話大家再說啊不強的話那我就玩下去了 也回了不及回頭了 然後爆傷提升的話呢是來到了9.8% 破甲的話呢是來到190 這個版本的爆擊他是會看防禦力的 因為他不是說正常來講的話爆擊是不看防禦的 然後直接打多少就是多少 有一種真實傷害的感覺 但是這個版本是沒有 然後物理防禦呢是給他來到了1000多 物理免傷呢來到了13.4% 所以這個東西如果減免到100%的話會發生什麼事情 該不會歸零吧 不對這邊還有一個霧免穿透嘛 應該是有這種東西吧 如果怪物的霧免穿透來到更高的話 那現在這個賬號的評分呢 總共是來到了20萬8千戰力 好了一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裝備的部分吧 那從頭開始看 頭的話呢一樣是塞了藍鼠 狂暴大角熊擊殺動物系怪物史 有0.2%掉落礦石袋 難道說 我們弓箭手如果要用弓箭的話呢 是不是只能夠放這個東西 拿那個礦石袋去拼拼看有沒有機會拼礦石 然後自己的弓箭自己做 但是你要掛整碗的話呢 那個弓箭絕對會噴到一個爛掉 所以我覺得可能還是不行 除非開服之後那個賬妮變得很好賺 然後隨機磁條暴擊加6生命值加815 然後因為金鍊加5的關係呢體質加5那一樣是用上了套裝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個 頭中的話暴擊加4爆傷1.21 喔這個是很香的 然後體質加5用的是藍鼠 藍鼠全都是藍鼠沒有給他升上去 喔那全部藍鼠然後全部給他升上去的話 那機率應該會很高吧 假設一個0.2%五張卡的話就是1% 三個的話呢93% 那如果我今天升好升滿的話呢 來我去看一下 我今天升好升滿的話呢 總共是1.4% 所以1.4乘以5是7%乘以3的話 總共是21%欸 如果今天是21%掉Zenny的話或許會很香 那我大概知道說我開服之後要做什麼 反正我如果是小黑虎客 我就是玩自己 然後呢把藍鼠給他開到底 然後呢買一個紅手指 然後不斷的給他掛藍鼠掛藍鼠掛藍鼠 應該就是這個玩法了啦 然後這邊也是藍鼠藍鼠生命生命暗增傷 主要應該是生命的時候給他停下來吧 然後呢按壓緊身1加7 然後生命生命真的全都是生命 然後受到物體傷害時呢 有5%機率使出 心神凝聚加10.0巧 心神凝聚點到滿的時候是加55.0巧 真的是有點誇張 不過呢CD還是特別特別的長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個遊戲都要 技能都要搞到這個地步 我不是很懂 然後呢一樣是放上了帕莎納 讓武器讓我們的盔甲轉變成火屬 讓防禦變得更高一點點 因為這個遊戲的課數我感覺很像 也不是說滿嚴重的啦 就是相比而言 反正就是能增加你防禦的東西 就給他加上去吧 然後那再來呢是武器的部分 按壓全刃是來到了加9 然後呢加9的話是3355 密林敏捷加8 力量加8整體而言 然後瘋兔的話呢 來到了五星 大多數應該都是這個走法的沒錯 暴擊值加6 完全迴避加0.5 藍卡的話也暴擊加3 攻擊力加16 不過現在為止看藍卡好像沒有那個必要了 不如用瘋兔卡因為暴擊值比較高 因為攻擊力的話好像還好 完全迴避的話現在可能還體現不出來 未來可能會有用 然後這邊呢他塞了兩張S卡片是 狂暴哥布林暴傷加3% 對惡魔系的怪物有10點暴擊值的加成 不過他暴擊值已經夠高了 主要應該是吃那個暴傷 然後附屬的話呢 因為是用全刃的關係所以不能鑽盾啦 所以就直接只能插卡片還可以強化 他強化到了15 欸這樣硬要講的話 沒有沒有經驗的話應該材料應該還是有分吧 秋行蟲卡片兼免7 這應該是直接塞的吧 可能找不到卡片 不然看帥哥應該不會用這個才對 然後呢卡蒂斯格卡片 獸惡魔系怪物減傷4% 應該是沒有找到什麼好卡片想要查 然後再來是披肩的部分 披肩的部分的話他這邊是 腎減傷生命值生命值 都是以生命為主的 然後是體質體質加5 獸人嬰兒卡片無屬性減免2% 平A的話都是無屬性 怪物打我的話 只要沒放技能也都是無屬性 所以這個防禦很好用 閃避值加2 精煉加9含加9的話呢 額外無屬性減免4% 喔所以加起來減4% 那很高欸 閃避值加2% 然後朽魔你找地一樣是減少命值 靈巧跟減速 喔看了幾隻帳號之後好像有稍微懂一點 至少封測前要做什麼 這是公測之後要怎麼辦呢 還是要說這是一個不一定能夠完美複製的一個方式 因為這是封測的一個狀態 每天給的資源那麼多 而且還可以透過洗鑽的方式去把你的 把分身的鑽石洗到你的本盪來 但公測之後還能這樣子嗎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鞋子 生命值1013 地檢傷0.84 然後體質5體之物 黑狐卡一星敏捷加2 最大生命值加0.1 黑暗之王隕石術1 哇他抽那麼多喔 哇那再來抽多少 對吧 然後再來是凱美拉卡片這個是傲慢荼毒 荼毒的話呢是荼毒等級加2 可是荼毒蠻等候不生效 有點可惜啦 他沒有辦法突破 如果能夠突破的話 或許可以玩出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這個限制蠻討厭的 然後隨機這條是物理攻擊 誒生命值再加物攻29 哎唷還不錯 然後凱美拉的話受到傷害時有1%機率使敵人中毒 當刺客系裝備時機率提到2% 提升到2%應該變成2%吧 不是說變3%吧 然後零巧嫁1 然後灰森林的話 擊殺動物吸怪物質有0.6%的機率 獲得暴雨的箱子 就等於是肯特的意思啦 武器變成水屬性持續3分鐘 每5分鐘可以使用一次 這什麼啃啊 那個啃也太難啃了吧 我的天 然後呢是生命值1300多 物攻31 智盲強化 那前面應該是兩個數值在拚的 然後一樣是用上荼毒 不過荼毒這個他應該也是不用用吧 我等一下來看一下他的裝備當什麼 他的技能當什麼樣子 幽靈弓箭手擊殺惡魔系 怨恨的箱子物理攻擊30點30秒 幹什麼 為什麼他都要這樣子搞 這個遊戲一定要這樣子搞嗎 這很討厭耶 對啊 我也不管他怎麼樣 可是以這種 發自內心的感到不喜歡 蝙蝠弓箭手擊殺昆蟲系怪物 使用0.2%的機率 獲得打雷的箱子 移動速度增加持續30秒 每5分鐘 唉好煩喔 正常來講應該不是說你要CD可以 但是什麼10分鐘可以持續10分鐘 我覺得電腦版的食物不是也超久 10分鐘到20分鐘吧 唉唷 這邊的話他的實裝是沒有任何裝備的 我都是給他存上去的 影子裝備的話呢 蒼白掉堆是給他弄到了加9 那這邊的話物防118 魔防74 法力暴擊23是什麼意思 他這個23是暴擊值嗎 如果是暴擊值23也太高了吧 暴傷的話也不對啊 這個有點奇怪 然後物防57 魔防36 念增傷3.97% 遠古裝備的話依舊是 虛速之劍4階目前為止能夠用到的東西 好那接著來稍微的看一下他的寵物 寵物的話呢 哇直接給他灌到了30 那他們都是60幾兩 所以所有的寵物都有給他上上去了 戰力的話呢 直接加了1萬多 那這邊的話有了進階到了1階 那接著的話稍微的瞄一下他的神器好了 神器的話 這個來到2級了 然後這個也2級了 然後魯恩冥魂 之前倒好像忘記看 這個東西的話呢 哇 沒有他只有1到5階而已 這個還沒有給他開上去 如果給他開上去的話 傷害應該會再給他加的更多才對 不過這個東西 以前就當然就是看你有洗多少 如果你夠洗的話說不定可以洗到8階 不過真的要開很多次就對了 然後他的防禦的部分呢 也是全部給他買 280的給他買好買一滿 那因為這個東西放上去也還沒有辦法開 再怎麼樣也要開到2階才可以 那這個東西就看有沒有在洗 不過 因為封測的關係時間也不多 所以就沒有給他洗上去了 之前幾隻賬好像忘記看了這邊 不過大致上 應該就是看這邊應該就是你現在有洗多少 你的能你的數值就越高 如果沒有洗的話大概就是一階兩階 然後看你把錢是放在這裡 還是放在抽卡片的地方之類的 好 那最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技能的部分 技能的話 一樣是施毒解毒 然後毒刃給他弄到滿 二刀連擊隱匿一等 然後殘影給他生滿偷竊沒有生 然後噴殺1投擲石頭1 就是有技能以後 以防萬一未來想要用 但是沒得用 還要重洗很麻煩 因為這邊是重洗的話 好像挺貴的 隔壁RX重洗的話還蠻便宜的 而且這邊還沒有方案可以用 有點麻煩 然後這邊他突毒選到是等級8 中毒10秒鐘CD45 43% 哦機率的不同 然後劇毒短鍵病毒擴散 毒性爆發都點一等 然後這邊就選了 全刃修煉加74點攻擊 因素投擲 使用全刃快速攻擊近距離內的敵人10次 10次 然後每次傷害會造成195%的敏捷 加31%的物理攻擊 所以如果全刃要玩的話 敏捷要給他弄到很高對不對 敏捷只到195% 可是主鼠的話在封測這起點 好像沒有辦法弄到多高 但是在攻測的話 可能另外一個故事 然後有30%的機率 使敵人暈眩一秒鐘 所以暈眩強化是有用的 然後音速投擲強化一等 就可以強化100% 太香了吧 那這邊的話武器雙十 他這邊就沒有用 應該只是玩一下 他技能點數好像還挺多的 劇組短鍵製作 他這邊就沒有去弄了 有了 我們終於在拍攝的時候遇到這個bug了 這個bug如果在電腦版 正式版還不改的話 老實說在初期可能會讓 一些想要衝的人會很不爽 因為這只要一掛掉 然後我人又不在這裡的話 我可能就這樣浪費掉了一天的時間 那可能一天時間 我原本想要課金去追的 結果我就不想追了 也是有這個可能的 所以這點就看他有沒有要去改了 那我們這邊重新登一下 等等見 好啦 那我們這邊重新登入之後 又正常了 哇 一個技能打到兩萬 我那個鳥獵 我那個鳥雖然打下去也有機會破萬 但真的是有機會而已 對不是很想給他打下去 好啦最後最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他打傲慢之塔的樣子 這邊是給他來到了140層 不過這個帳號比較晚給我啦 所以我沒有那個時間給他打到最頂 但是我們還是來給他看看 他打到140層的一個情況吧 那140層的話是五隻變異魚 所以全刃一開始好像真的還是蠻兇的 然後暴擊一下是打 哇 如果怪物打不死的話 這感覺好爽喔 這明明才第七天而已 怎麼搞的 這個帳號大概是電腦版七八十等的感覺了吧 就是最早期最早期七八十等的樣子 那以這個傷害而言140層 對他好像不是沒有問題 我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如果有過的話 我就會跳到後面 沒過的話 我就在這邊停下來 來等等 好啦 最後的6秒鐘 但是我們的乘數呢 來到了146層 想說打不掉的結果呢 把水給他灌下去之後呢 硬是又給他打了6層啦 好啦那這就是目前146層503的經驗值 目前20萬戰力的一個刺客 天啊 講20萬戰力的4個 講起來真的覺得很奇怪 那他的排名現在是來到了6 那撇除第一個工商號的話呢 應該是前五名 那其實硬要講的話 就前面的人也是玩得很硬啦 雖然說有洗賺幹嘛之類的 但也是洗了大量的賺 然後大量的方式去經營這個賬號 但是呢 欸實際上還是要看開服之後 能不能夠這樣子去搞 因為畢竟這個時候他除了給賺 給轉蛋以外呢 他給的Zenny也超多 我總覺得Zenny會是這個遊戲 一個非常大的門檻就是了 好啦以上就是這個賬號的開箱了 如果你有什麼想法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 我是PFY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了 3 2 1 掰掰 3 3 1 2 1 2 2 3 3 1 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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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